博人传里的佐助能够单挑胜过班吗 就在班顺利成为了佐良娜的师父之后 佐助同时也回到了牧业 他第一时间来到火影室找名人 一看到佐助回来的名人开心不已 他立即将班又复活了的事告诉给了佐助 佐助文言疑惑地问名人是不是加班加傻了 他向名人汇报了大桶木应该很快就会到达人界 这段时间他准备留在村中等候 名人让佐助先把这些事放一放 班真的又出现了 得知了班再次出现的原因 并且成为了佐良娜的师父 佐助的万花筒瞬间开启 他询问了班现在的住所便要匆匆离去 名人见状让佐助不要冲动 他解释现在的班和之前不一样了 这次班会是我们对抗大桶木的得力伙伴之一 佐助自然也明白这一点 现在大敌当前也不是忍者之间战斗的时候 但班现在作为佐良娜的师父 他必须亲自确认班是没有危害的 名人不再多言目送着佐助离去 录完上前表示让佐助自己去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吧 名人淡淡地一笑 他相信佐助能处理好的 此时的班正在木叶郊外的高处休息 他回想着来着之前和大桶木普世的战斗 在他被那只乌龟的金光包围前 他敢确定自己还见到了另外一个白色的身影 那一族到底是何方神圣 是时候好好想想接下来的对策 突然一发苦无射来 班头也不抬的就接下了苦无 他嘴角轻烈一笑 该来的人终于是来了吗 佐助帅气的身影在风中摇曳 旧时代的遗物 还真的是你啊 顶尖高手之间想知道对方的内心 没有比打一架更快的方舍 班和佐助二人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体术对决 佐助最后发动万象天影将班熄了过来 之后立即在自己的草制剑上加上了天照 班无法挣脱地被贯穿了身躯 不过被击穿的人也只不过是班的木头替身 二人的交手告一段落 班称赞佐助的身法比以前更加灵敏了 他知道佐助如此气焰万丈 不单单是为了报16年前被自己捅心窝的仇吧 还有关于佐良娜的事吧 佐助冷哼了一声 班说的这两点现在都已无关紧要 他知道佐良娜并不会有危险 何况在刚和班的交手过程中他也感受到了班的变化 此时的班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恶意和杀意 他这次来最主要的是和班谈论关于大桶木的事 得知了班碰到的大桶木和自己在灰夜空间碰到的并不一样 佐助不禁皱起了眉头 那一族的人居然如此之多 恐怕人间马上就要迎来大战了 班看到佐助的样子不禁大笑了起来 当年那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狂野小子 如今倒是成熟了几分 佐助冷哼的起身 他也没想到班这家伙居然还有这样的一面 在警告班可不要让佐良娜在中忍决赛上输了之后 他便匆匆离去 接触了如今的名人和佐助 班不禁想起了刚刚和助监创立村子的时候 如果当时他没被黑爵蛊惑 或许他们之间也会是这样子的吧 不过一想到还有飞奸存在 班随即又摇了摇头 眼下也是时候开始提升力量了 根据曾经白爵们收集的忍戒情报 那家伙叫做大蛇丸是吗